57岁金阿姨哭诉地说 她和三个男人同居后才发现 他们的真实嘴脸太后悔了 金阿姨多年前和丈夫离婚了 因为在婚姻中所受的伤害 让金阿姨这么多年都是孤身一人 退休之后她觉得生活过于单调 想法也慢慢地改变 想找一个老伴 她在跳交易舞的时候认识了老陈 老陈幽默风趣 经常哄金阿姨开怀大笑 两个人没过多久就同居了 本以为这是新生活的开始 没想到的是苦日子来临 老陈能说会道 但是从来不干活 想让她拖个地都比登天还难 更过分的是 生活费还都是金阿姨来承担 人家一毛不拔 金阿姨看透了她 就提出了分手 有了前车之鉴之后 金阿姨找老伴更加谨慎了 她不相信来路不明的男人 有个老同学又把老张介绍给了她 老张看起来属于那种老实憨厚 每个月退休金六千多 家务活也能帮得上忙 本以为这回找到共度余生的老伴了 没想到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老张会帮金阿姨做家务 但是在金钱上十分空门 每个月的六千多块钱退休金 全都拿去补贴她的儿子了 两个人的生活费全部是由金阿姨出 金阿姨一气之下就提出了分手 经历过这两次失败搭伙过日子之后 金阿姨已经是心有余悸 不敢再找老伴了 后来一个远房亲戚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 保证这次是个好人 金阿姨刚见到老周的时候 确实挺有好感的 老周温文尔雅 对人体贴 两个人接触了一段时间 决定在一起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老周是主动的补贴家用 但是时间久了 老周提出 这钱咱得分开管理 一部分存起来 一部分当作生活费用 金阿姨看着老周很会理财的样子 就把钱都交给老周保管了 谁知道老周把自己的钱都存起来了 花的都是金阿姨的钱 青年人的婚姻 很多都是因为爱情 而老年人的感情 大多都离不开一个利益 都说谈钱伤感情 不谈钱也伤感情 两个人能不能融洽的相处 关键还是利益能不能平衡 如果你达不到平衡的话 最终只能以散伙收场 朋友们 你们说对吗 请在评论区谈谈你们的看法